在中非南海严重对峙之际,两国外长通了电话,在通话中,王毅外长指出,非方背信弃严重挑衅滋事,目前局势已来到了十字路口,警告非方好自为之,这是迄今为止发出的最严厉警告,战与不战选择权在菲律宾,当前中非关系面临严重困难,根源在于非方改变了迄今的政策立场,背弃了自己做出的承诺, 不断在海上挑衅滋事,损害中方的正当合法权利,中非关系已站在十字路口,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,非方务必要慎重行事,从通话的内容来看,口吻和态度是相当强硬而坚定,且逻辑明确,中非关系面临严重困难,意在指出非方的挑衅滋事的严重性,而这一切都是非方背弃承诺,不断挑衅滋事的结果, 且已经损害到了我方的政党权利,既然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,接下来如何走,就要由菲律宾自己来选择了,在强行闯瘫失败和吃亏之后,非方并没有收手的意思, 相反,一边在积极制定下一步的挑衅滋事计划,甚至于扬言正在进行兵器推演,另一边也企图拉相关国家下水,非军方明确指出,目前正在制定应急计划和兵器推演, 非总统小马克思声称,事态正向坏的方面发展,并呼吁面对共同问题的国家,要对南海问题进行范式转型,一边进行战争准备,一边企图拉相关国家下水, 足以看出非方是不到黄河不死心,不撞南墙不回头,目前正在紧张对峙,而且非方以数字主动碰刺和擦枪,在这种情况之下,战争几成定局,在这种情况之下,我方发出的最后警告,实际上也就是战争警告了,是要求非方在战与不战之间做选择题了,通话中,除了直接向非方发出严厉警告之外, 实际上也是对一些相关国家发出的警告,王毅外长在明确警告,非方不要误判行事一意孤行的同时,也强调了甚至与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相互勾连,继续声势声乱,中方必将依法维权,坚决回应,这后半句显然是说给美国等相关国家听的,这当然是对非方企图拉相关国家下水的言论最直接的回应,这是要让美国等国家清楚, 声势声乱比坚决回应,态度已经是十分明确了,值得注意的是,在非方主动发起的两次碰子挑衅之后,美国除了强调美非共同防御条约适合南海之外,就再也没有了动静,而东盟也并没有对此发声,南海所谓的声索国同样也并没有发声, 尽管非方还很强硬,显然已经是孤立无援了,两国外长这一次紧急通话,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进行的,尽管已经陷入了孤立,可非方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, 一是非方目前正在改变策略,小马克思呼吁面对共同问题的国家,应当进行范式转型,显然是鼓动东盟或南海相关国家,放弃磋商谈判的立场,加入菲律宾南海闹事的行列, 企图始终非矛盾,变成中国与东盟或南海国家之间的矛盾,这是一招离间计,这正是美国正在做的或希望出现的局面,显然也有讨好美国之意, 是怕美国挑起事端之后有流之大吉,没有了美国的强力支持非方自然不敢轻举妄动,目前非方似乎正在等待东盟做出正式的反应,同时也在等待美国下一步的指示和反应, 二是非方正在制定应计计划和兵器推演,实际上就是在对事态可能的发展方向,进行评估研判, 一是判断我方开战的决心有多大,二是判断开战后到底能否触发美非共同防御机制,三是判断东盟和南海国家会能什么反应, 当然非方还一定要制定一项偷袭战术,争取一席得手,三是要评估其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反应, 挑衅中国这可不是一件小事,尽管有美国支持,一旦开战那可不是闹着玩的, 小马目前已经是骑虎南下了,继续挑衅可能挨打不说,更可能被我方直接强行弄成那艘破船, 甚至于成绩收回所有被战岛礁主权,要是此时退缩,也等于放弃了仁爱交主权之争, 这也不符合非的名义,可以说尽也不是退也不是,只能是通过继续僵持拖延时间, 既望东盟能够发生美国能够武力支持,其实上一次南海闹事, 中国还是给了菲律宾回心转移的机会,这一次恐怕就没那么便宜了, 坐滩的那艘破船已是遥遥欲坠坚持不了多久了,无论如何,今后都不会让非方进行加固维护了, 如果继续闹,那就一定是提前弄沉或拖走沉海底变礁石,不闹也改变不了这个命运, 别说美国从未想过为菲律宾一战,就是有心目前也没此能力和精力, 乌克兰战争已经接近为生,以哈战争的走向,目前还无法肯定, 这对美国的消耗和牵制太大,而朝鲜近来连续试舍洲际导弹, 也令美国有心无力,美国自找的麻烦太多, 重要的是中国可以有效利用美国的这些战略麻烦,来进行重大的战略布局, 或给美国添堵,此时的美国不可能更多支持菲律宾, 说不定此时的美国还在劝说非要好自为之, 这一次支持菲律宾在南海闹事, 是为了前期与非签署的增加军事基地协议, 作为交换美国才答应支持非方的行动, 如今增加军事基地的协议以前, 美国的目的已经达到南海行动也支持了, 至于支持有效无效, 那就不是美国人的事了, 自然就不会再那么上心了, 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, 这是不可牺牲或动摇的立场, 别说美国无心一战, 就是有心也护不住中国, 维护地区稳定, 更好的繁荣发展, 这是区域内国家的普遍诉求, 东盟主要大国都在继续推动与中国合作关系的深化, 非此举真的是不合时宜, 战与不战, 都是中非之间的事, 只要东盟不介入不发声, 就不会影响到区域安全稳定, 完全可以说, 此时是中国武力解决中非争端的最佳时机之一, 既然非方主动给了中国机会, 就不会错过, 先解决掉那艘座谈的破船, 实现对仁爱交集周围海域的控制权管理权再说, 其他就是情况而定, 对中国来说, 虽然战争是不可取的, 可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, 正主于中美大国竞争的关键时期, 特别是美国积极推动建立反华战队的关键时刻, 战争是体现中国坚定意志的最佳手段, 也是体现中国能力的最佳手段, 改革开放之初, 中国就是通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而扬威世界, 当初要是没有那一战, 恐怕美国根本瞧不起中国, 世界也会瞧不起, 改革开放恐怕也不会那么容易, 如今中国处于高水平改革开放时期, 也是中国经济提速升级的关键时期, 更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最后冲阶段, 又到了需要一战, 来证明自己实力和意志的关键时刻了, 就看菲律宾给不给中国这个机会了。